移民部长麦加连就私人资助难民项目发表回应 沃泰华方面已同意再多迎接一万名叙利亚难民入境 据悉这一万名难民均为私人赞助来到加拿大的 这一万人已经在四万四千八百名难民的系统中 他们将会在今年内陆续抵达加拿大 麦加连在昨天的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大会时说 下一步加拿大将着重于接受那些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叙利亚难民 让他们继续来加拿大求学以及开启经济融入 Economic Integration计划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 并希望能为别的国家提供职业训练 据悉目前加拿大一共已经接受了3.8万名难民